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上个星期做了年糕之后 我剩下了一些香蕉叶 所以我就在想 不如做一些布勒班冈 好把我的叶子用完 这个布勒班冈基本上就是 把糯米包在香蕉叶里面 然后拿去烤的意思 它是马来西亚 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街头小吃 做法也不难 所以我们话不多说 就直接开始吧 在马来西亚你可以吃到的 班冈的内馅有非常多种 有甜的 有偏咸的 我今天做的就是偏咸的 虾米辣内馅 平常是先来点 如果在外寸的许多 road 家里能 relax 准备的 一股下的 erst把煎 Hide皮 就削有很多 酱油 咸 ears 就是 放入到它 精酱 您的酒 一大小的小糖 冰糖 微奶油 冰糖 冰糖 这边我们家的油会有一点多 因为充分浸泡在油里面的虾米会炒得比较香 我们之后会把它过滤出来 所以不需要担心 煎做的这个虾米辣其实是非常下饭的 所以就算你没有用完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罐子里面 放在冰箱冷藏保存 在吃饭或者是炒米粉的时候 把它加进去 它也会让你的食物变得非常非常的美味 然后拿着冰箱冷藏 炒米冰箱冷藏 好恐怖 好恐怖 咸的辣子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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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入温度 少量的牛肉 放入烂一鍋 大力的麵 大力小洒 骨匙 暖油 我先用做寿司的模型把饭团整形好再用香蕉叶包起来 因为我是手产党 我每次用香蕉叶直接包的话香蕉叶会破掉 所以我就想了这个偷吃布的方法 我可以帮你把骨葱炒好 横子炒好 小火 烤熙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今天的視頻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就請按喜歡 訂閱以及分享 也不要忘記按小鈴鐺哦 那我們就下一期視頻再見吧